好来看好惊险的画面 在南投草屯镇一间民宅 凌晨发生大火 附近军兵打一九求救 每个人都逃到大街上 才发现起火的民宅二楼 这屋主跟他太太 怎么还站在屋子里面的窗户旁边 一直向下挥手呼救 一次是惊吓过度了不敢乱动 邻居好紧张 一直大喊要他们赶快逃 还好消防队友及时赶到 把人救出来 民宅发生火 火警浓烟狂冒屋主和太太 梁夫妻受困二楼 太太站在窗户旁边不知所措 来 开门啊 下来啊 梁夫妻像是被火警吓坏了 站在窗边不停呼吸 外面的新鲜空气 哪都不敢去 消防队担心他们的安危 拿出破坏器才将铁门锯开 消防队进入火场 将梁夫妻救出来 幸好人没事 台电人员也到场检查电线 初步研判是一楼电线起火 一楼的部分的话 是好像他好像是 有种电纹箱 还是其他一些电器 所发生的一些事 所短路形象 而引起的火灾 火警发生在南投草屯镇 当时两夫妻睡在二楼 发现一楼起火时 屋子里已经浓烟密布 消防员说 假使往一楼的逃生路线 已经有浓烟 这时躲回房间 关上房门 打开窗户 等待救援 确实可以争取活命时间 华市新闻 熊木兰洋踪影 周大祥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